这些都是些啥玩意啊 机器人啊 这哪是机器人啊 这怎么不是机器人 R-O-B-O-T Robot 那他会说话吗 会唱歌吗 会跳舞吗 那你给我等着 我给你拿个真正的机器人 怎么样 这不是秦天柱吗 这你都知道 是不是超级帅 我刚看完变期 我当然知道了 那这款跟你以前玩的 有什么区别啊 那区别可多了去了 嗨 秦天柱 你好 好帅 自我介绍 而且 他还有车窗可以打开 你也可以看到门月宝的世界 门月宝还可以发光 他还会说话 他可不止会说话啊 嗨 秦天柱 你还会什么 听都大声 秦天柱 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下吧 他的表演也太萌了 秦天柱 那你给我们大家跳个舞吧 每个的专场 哦 这个音乐啊 内幕了 好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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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可以还原电影里的动作吗 其实是还原多动作啊 里面还有那只新鸡的动画语音 秦天柱 公鸡 啊 公鸡了 公鸡了 这个声音好帅哦 今天这个 防御 这个好小 这个什么 诶 这个音量真的可以啊 这个音量真的可以啊 哦 大哥好帅 嗯 真帅 哇 好酷啊 那他这个支架是干嘛的啊 他可以在这个支架上做一些控制的腾空动作 攒劲的节目来了 攻击 哇 叹彻敌情 Prepare for battle Prepare for battle 哦 这个声音太帅了 我感觉他要打到我了 就打我一下 不要靠他太近了 他现在动作特别的张扬 那我们来一个开火啊 迷你远一点 啊 好酷啊 看我成败的小眼睛 你看他这个脚可以这样的就腾空的水 你看他这个脚可以这样的就腾空的水 啊 摩签 哇 这个好帅 保护 好软沉感的大哥啊 这个APP里面呢 还有自定义编程模式 你可以去自己设计动作哦 哎 这个好有意思 那他会变形嘛 啊 他不会变形 这应该也是这款唯一的缺点吧 不过说是缺点呢 也见仁见智 我一个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吧 在这款主打收藏级的外观造型上 维哥是可以包容这一点的 当成一个收场展示的玩具 有语音有互动 那就觉得很值得 那让你如果追求更高的可动方便行 乐视机版的大哥会更适合你 虽然这款没有可动 但是它里面有个两分钟的迷你小剧场 维哥这里还是给大家留个神秘感吧 自己去体验 怎么样 八四八 行行行行行行 你有没有好好听我介绍啊 有 有有有有 怎么没有 那你总结一下我刚刚说的 这款热身擒天主 超能勇士觉醒 大师系列机器人 细节出众 高度还原电影形象 可以语音交互 可以APP操作 还可以质量编程 是一款收藏级的娱乐机器人 给伟哥一个免费的三连吧 求求了